阅读推广的方式其实很多 因应不同年级 其实是有不同的做法的 以三重区新谷国小来说 学校就特别增设了表演舞台 并且举办说故事活动 来带动校内的阅读风气 说几里的剧情 如果透过戏剧方式展现 相信更能引起学生们的阅读兴趣 三重区新谷国小新增设的表演舞台 就是希望让阅读推广更多元化 那么小朋友他们除了在这边看绘本之外 像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 低年级小朋友说故事 那么从刚刚的演出可以看到说 小朋友可以借由里面的小空间 他们可以换衣服着装准备 那么其他的小观众 就可以围在这个地方来看小朋友做展演 那我想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那除了说看完故事之外 他们也可以针对他们刚刚看的故事 去找他们的资料 那我想这个地方跟前面的图书区 他可以做一个相辅相成的动作 我觉得非常的好 到了晚上突然蹦蹦蹦 有人敲门了 啊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姑婆 我带了好多的玩具 还有好吃的东西帮我开门吧 原来这个姑婆是老虎精变的 专门来吃小孩子的 姑婆好 姑婆你们好 新设置的表演舞台不但让喜欢上台演出的学生 可以透过戏剧方式来呈现自己的阅读心得 对身为观众的学生来说 也多了一个有别于静态阅读的学习方式 我觉得在这一区有一些可以表现出自己最好 然后老师在讲故事时 如果有一些带动表演时 会让我们觉得看书比自己看的时候 会更有兴趣想去把这本书看完 学校每年也会针对第一年级的学生 举办说故事比赛 现在有了一个全新又更合适的表演空间 相信学生在呈现上一定可以更显专业 C9房间凯琳锦鱼三重采访报道